我是柳如燕的专制司机 默默舔了他整整十年 看着他身边的男人一个换了一个 我替他收拾了无数的尾巴 后来他动心了 爱上了一个混混却被骗 成了所有人眼里的笑话 他喝的鸣饼是醉 第一次我抓住了他的手 想把他带走 他却吃笑辱骂 你一个破司机也想伤尾 追了我十年 这么能忍见不见那 后来 我辞职离开 他却疯了一样找我 哭着求我回去 我奉上结婚请柬 他彻底崩溃了 接到柳如燕的电话时 我已经睡下了 他让我去酒吧接他 我连忙起身 没有一丝犹豫 发着高烧的我感到的发誓 正好听到包厢里 柳如燕着他的二代朋友们的对话 如燕 你那个司机身材也太顶了 你要是哪天腻了 我可就不客气了 柳如燕脾气很不好 占有欲也特别强 曾经他们缺了一个女生 只是单独加了他男朋友的微信 他都不依不饶 直到女生买了限量款包包来道歉 他才作罢 而且那个男人还算不上他的男朋友 他们只不过失忆夜情 可柳如燕听到别人基于我的话 并没有生气 他毫不在意地答应了对发 包厢里又是一阵哄笑 我轻笑一声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我是柳如燕的专制司机 在他身边已经整整十年 这十年 我是司机 也是保镖 但也有很多个夜晚 柳如燕是在我的怀里睡去的 我天真的以来 对他来说我多少是有一点特殊的 现在看来 并没有 我推门上去 就看到柳如燕懒洋洋的洋躺在沙发里 那些人看向我的目光 或好奇 我拿起他的包 说了声回家 可他身边的朋友却打断了我们的话 那个女生说想看看我的腹肌 柳如燕没说话 只是笑着还住我的脖梗 娇声软语的开口 要不然就给他们看看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他晃着手臂问我好不好吗 醉意朦胧的模样 可他眼里的清明 出卖了他 我忽然觉得有些累 我推开他 笑着说可以啊 我看到他眼里一晃而过的诧异之轰乱 这样的事 发生过不止一次 有一次他们聚会玩游戏 柳如燕非要让我一起 我输了游戏 被惩罚 一个女生朋友提出 让我这他接吻五分钟 柳如燕并没有反对 还一直笑盈盈地看着我 我拒绝了 宁可接受加倍惩罚 喝下十杯酒 柳如燕的朋友们说我玩不起 他也复制了几句 但他看向我的眼神里 分明是赞赏着自得 他喜欢看我来 他拒绝所有人 可这次我不想拒绝了 我抓起衣服下摆 准备掀起来时 柳如燕却突然出声制止了我 我累了 走吧 他是这个圈子里出了名的是小姐 他说停止 没人敢说开始 说完 他便头也不回地走出包厢 他就是这样 喜欢不断地挑战我的底线 但又期待我来 他手身如玉 希望我一次次在众人面前表示出 我是他私有的 但他却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其实我就是一个 他可以随意丢弃的私有物品 我不能有自主意识 也不能背叛离开他 到了他家后 他说自己头晕 让我公主抱他上去 我心里叹气 也只好答应 果然 当我准备离开时 他攀上我的手臂 像以前多少个夜晚那样叫我哥哥 他察觉到我心情不好 知道是迎来刚才在酒吧的事 便主动扶地坐小 他说自己今天有些任性 惹我不开心了 要好好补偿我 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服软认错 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认错 这么多年 我早就习惯了在柳如燕身边对他好 好像前一时里 他只是没长势 只是个贪玩儿的孩子 不管怎么样 最后他都会回到我身边 只要我再多一点耐心 等等他就好 直到何宇出现 这往常一样 柳如燕打电话 这我说他要逛街 我开车去接他 到了的发 我才看到他身边还有一个男人 柳如燕挽着男人的手臂 给我介绍他 男人叫何宇 笑着着我点头示意 从柳如燕的神情里不难看出 这个男人很对他的胃口 我不喜欢这个何宇 可能是男人的第六感 感觉他不像好人 那天是我第一次发自内心的觉得 自己就是一个司机 柳如燕没有像以前那样挽着我的手臂 而是这另一个男人轻轻握我 也没有像以前那样买什么都问我的意见 让我给他搭配 而是全部按照何宇的心意 我低头苦笑 人家当然要听男朋友的话 我有什么好失落的 到了餐厅 我本不想着他们一起去吃饭 何柳如燕却拉着我说必须一起 还说我怎么矫情起来了 何宇但笑不语 直到开始点餐 服务生问我们几位用餐 何宇指着我 声音不适但很笃定 两位 他是司机 不着我们同桌 说完轻飘飘地看了我一眼 不只是服务生 就连柳如燕都有些愣争 尽管他看向我的眼神里也有些愧疚 但终究他没替我说一句话 你看 男人的第六感也很准 或许是那天何宇的来难 这柳如燕的默许 亦或许是这么多年日积月累的失望 让我对柳如燕彻底死了心 再次见到柳如燕 是他这何宇从星系拦回了 让我去机场接他们 我无法拒绝 因为我是柳如燕他爸的员工 签过合同 哪怕是从老板助手 变成老板女儿的司机 看到何宇时 我不禁感叹果然人靠衣装 之前他看起来像个混混 现在被柳如燕打扮后 竟有一丝皮帅 看到我 何宇笑着着我打招呼 说出的话却充满敌意 哟 司机还穿西装啊 之前他的故意挑衅 我忍了 是来了柳如燕 可现在柳如燕对我来说 只是老板的女儿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视而不见 而是盯着他一句话不说 步步逼近 何宇眼里闪过恐慌 最后直接躲在柳如燕身后 我轻蔑地冷笑了一声 上了车 柳如燕知道我的脾气 见状连忙在我们我间打员场 何宇这期间没再说一个字 也不敢在这我对视 柳如燕在车上拿出他给我带的礼物 我礼貌疏离地说谢谢 把他们送到的发 我没停留 直接开车离开 柳如燕给我发微信抱怨 我见到他不热情 还问我这么久没见到他 有没有想他 我看完直接删除 没再回复 回家的路上 我摘下手腕上的童心结 扔上路边的垃圾桶 那是这柳如燕去市里玩的时候他买的 他当时说只要戴上这个 我们就不会分开 这么多年 我心里一直抱有一丝侥幸 不舍得摘下 现在一看 这个童心结这我实在不配 是杨说想去旅行 问我有没有时间 我也想出去散散心 第二天就知杨一起去了西藏 在西藏玩了半个多月 黑了三个堵 回家后我才打开手机 这时我发现柳如燕的视频火变了 各是短视频平台 有的视频是柳如燕哭着求何宇别分手的视频 有的是柳如燕给何宇发的照片 还有两个人的牵手照 接吻照 虽然视频里没有说出柳如燕的名字 还在他的眼睛处打了马 可是认识他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他 我猜是何宇干的 可这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关上软件 继续收拾自己的东西 这时手机有个陌生来电 我接起来 是柳如燕的闺蜜 她告诉我何宇这柳如燕分手了 而且何宇还从柳如燕这儿骗走不少钱 她闺蜜希望我能过去看看她 我下意识地拒绝了 对发像是没想到我会拒绝 其实就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可她闺蜜又说柳如燕不让联系她父亲 她没办法只好找到我 柳叔的心脏一直不太好 这几年劳累过度 身体一直不太好 我想了想 还是去了她闺蜜家 柳如燕坐在客厅茶几边 喝得鸣鼎是醉 把别人家里弄得满地狼藉 垃圾桶里还有呕吐物 房间里都是令人晕眩恶心的味道 第一次我抓住了她的手 想把她带走 可她却甩开了我 她的眼神里都是不屑 赤笑着开口 这么能忍 见不见哪 声音不是 但一字一句 像是刻上了我的心理 她闺蜜听到她的话 连忙解释 是她找我过来的 可她根本不听 看下我的表情依旧是厌恶不已 我突然就笑了 柳如燕这她闺蜜都有些不明所以 此时此刻 我真想给自己一巴掌 我是真他妈见啊 怎么就不长记性了 不再理会柳如燕 我头也不回得走了 我回到家 把房子退掉 这个房子是柳如燕这我一起租的 离她住的地方很近 也是她这我一起布置的 还好这些年柳叔给我开的工资不低 我自己做软件开发也攒了不少 实在不行 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吃不了换个城市生活 我没有时间这精力在陪柳如燕玩富二代的游戏了 我做了一个一居室 一个人住足够了 听我借说房东很爱干净 喜欢养花 阳台里面种了好多花 让我有时间帮忙浇水 还特意给我便宜了500块钱 这期间柳如燕的闺蜜又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原来何宇从柳如燕那骗走了1000多万 而且柳如燕那套是平层也过户给了何宇 何宇拿到房子就给卖了 现在人不知道在哪逍遥快活呢 我听完什么都没说 只是说以后柳如燕的事不用再告诉我了 我又一次来到柳氏集团 柳氏集团的老总正是柳如燕的爸爸 也是我的老板 我一直叫他柳叔 我这柳叔提了离职 他有些惋惜 却尊重我的选择 离开公司前 我这柳叔简单的说了何宇的事 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毕竟柳叔曾经帮过我 从柳叔那次之后 我休息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柳如燕没找过我 我也没联系过他 看到他闺蜜的朋友圈 好像是一起去冰岛旅行了 我发现还是得努力工作赚钱 这样就算失恋 也可以坐头等舱 去冰岛泡温泉 我准备致使杨开一家游戏公司 使杨听到我的想法时 激动的蹦了起来 我们给彼此打气 未来可期 尽管现在只有两个员工 但我们身兼数职 练就了一身本领 这天下班回家时 路过便利店 我买了一份关东煮 结果被一只胖胖的金毛撞了一下 关东煮惨了一地 然后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金毛 把关东煮吃光了 一个没剩 速度之快 我都没反应过来 他的主人连忙道歉 这时我才看到金毛旁边的女人 脸很小 眼睛却很是 微张着嘴 一脸惊恶地这我道歉 还顺便能训了金毛几句 说他不听话 回家就狠狠收拾他 我突然没忍住 笑了一声 女人连忙抬眼看我 说要给我重新买一份关东煮 我拒绝了 准备回家煮面 女人牵着狗走了 我也看着手机往下走 到电梯门口 我发现刚才的女人 这金毛也在电梯里 她看到我 脸色一变 满脸戒备 死死地拽住狗绳 退到了电梯角落 我想这姑娘八成是把我当成坏人了 看到她的电梯层数竟然至我一样 我忍不住回头看了她一眼 这下可好 她直接抱起金毛 你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这可是警犬 很凶狠的警犬 我连忙开口打断她 告诉她我也住在这 给她吓得眼圈都红了 直到我开了门 她站在距离我五六米的地发开口 你是周一安 我诧异地看向她 你怎么知道 原来她就是我的房东江江 之前在海市工作 刚回来 她就住在我对面 我还特意给她看了我的身份证 庇有证 驾驶证 就在她牵着狗回家准备关门时 我问她 你家金毛真的是警犬吗 她支支吾吾地说是 紧接着关上了门 要不是她的脸像苹果一样红 我就信了 我这时杨又招了几个员工 世家都干净十足 这天我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完全在我意料之外 接起电话 竟有种恍若格式的错觉 这么久都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我 柳如烟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恼怒 见我不说话 她又开始发脾气 听我爸说你辞职了 你抽什么疯 除了我爸 谁还能给你安排 待遇这么好的工作 在她心里 我也许就是一个 没能力吃软饭的人 你说话周也安 你龙旺吗 我平静地开口 说那份工作不适合我 我没再说多余的话 问她还有其他的事吗 没有的话我就挂断了 她怒喝一声 行 算你有种 就挂断了 我以前觉得她虽然有些娇蛮 但是骨子里还是单纯善良的 现在看来真是猪油萌萌心 原来我以前是个恋爱脑 还好现在亲情了 我恍然间发现 我现在已经很少想到柳如烟了 每天这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工作 有空一起喝酒 爬山 日子很充实 这房东江江的关系 也有了一些改变 我帮他修过水龙头 开过锁 修过电脑 留过旺财 旺财就是那条是金毛 以至于现在只要江江一开门 旺财就空空派我家门 我甚至有一种旺财 就是我寄养在他家的错觉 有时候 江江来了感谢我帮他遛狗 会做好饭叫我一起吃 他会在做饭前询问我喜欢的菜系 也会在吃饭时注意我更喜欢吃哪道菜 柳如烟给打电话说 我有东西落在他家了 我之前经常去他家 也想不起来到底落下了什么 我让他扔掉 他却说如果我不去取 他就放在他爸公司 让他爸转交 我不想迎来我们的事打扰柳叔 只好答应他去取 可我到他家时 我就发现这只是一个借口 我刚上门 他就抱住了我 问我想不想他 我连忙推开他 可平日里连饮料瓶盖都拧不开的人 此时此刻却历史无比 我好不容易才挣脱 我退后几步 促没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此时也有些恼羞成怒 是我问你到底想干什么才对 打电话给你 你爱搭不理 我都主动给你台阶了 你还不下 我不怒返校 我是个人 不是个物件 不是你想要就要 想扔就扔的 我开门离开 身后一直有道视线 可我不会回头 最近柳如烟有些反常 他没像以前那样生气了 就着我冷战 也没有再把错误都推在我身上 而是会主动联系我 发一些没什么用的话 类似于你吃饭了吗 睡觉了吗 打游戏吗 我不回 他也不恼 有一天晚上 他说柳叔身体不舒服 我没想那么多 一边穿衣服 一边给柳叔司机打电话 想问他柳叔在哪家医院 结果发现柳叔什么事都没有 好好的在家这司机 是书下起呢 我放下心后又很生气 柳如烟实在太没有分寸了 竟然拿他爸的身体开玩笑 我直接打电话给他 语气可以说是有些恶劣 态度也不好 可柳如烟却没生气 他说以后不会那样做了 一副知错就改的样子 说实话 我有点而难以接受 感觉他像是被夺射了 这天我牵着旺财之江江 一起夜跑回家 就看到一个人影 助力在我家门口 是柳如烟 他听到声音转身 看到我的那一刻 眼神里是欣喜的 只不过这欣喜 在看到江江时瞬间消失了 柳如烟不说话 只是直勾勾瞪着我 我把狗绳给江江 让他先回家 然后对柳如烟说 有事下去聊吧 可他却像疯了一样 上去用力推了江江一把 要不是我手机眼快 扶住江江 他肯定会摔倒 柳如烟声音里 带着一直不住的怒气 指着江江问我他是谁 再也没有之前的优雅高贵 柳如烟语气笃定 一连比一的看着我这江江 仿佛我是一个出轨的渣男 被他这个原配抓了个线形 我拦住柳如烟 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包容之宠命 态度生硬 要是有话说就去楼下 要是不说就离开我家 楼下咖啡店 他强压怒火开口 刚才那个女人是谁 我觉得我没必要着他解释 毕竟我着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看我不回答 他竟带着一丝哽咽 你们同居了 你就是因来他不理我 他声音越来越是 因来情绪过激 声音里还带着一丝颤抖 我看了一口气 放下手机 我这你最多只算是朋友 我这谁同居 这谁在一起 都这你没有任何关系 顿了一瞬 我接着开口 毕竟我只是一个破司机 怎么能妄想 这你这样的是小姐拍上关系呢 他听到我的话 表情一僵 我知道他想起当初他对我说的话了 他像是强忍着自己的脾气 声音里带着一丝祈求 哥哥 我那只是气话 你真的生我的气了吗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看着他讨好般的语气 一脸无辜又可怜的表情 如果是以前 就算他想要月亮 我都会去努力一事 可现在 我看着他这张脸 竟分不清到底哪一封面孔才是他 而且 我现在听到哥哥这两个字 心里只剩下厌烦 他说他彻底想通了 只有我才是真心对他好 他再也不会离开我了 他说他才发现 自己一直爱的人都是我 之前交往的男人都是不走心的 说到最后他抓住我的手 说他不相信我心里没有他了 我下意识甩开了他 他的手磕到了桌子 红了一片 我低声说了句抱歉 他满眼的不可置信 他没想到我会甩开他 没想到以前那的 对他百依百顺的人不见了 我到家后 就听到敲门声 是江江这旺财 江江手里还拿着一提啤酒 这一袋零食 我这江江道歉 江江连忙打断我的话 有什么不开心的就说出来 让我高兴高兴 江江说完自顾自的哈哈笑了起来 刚才那点儿愧疚瞬间就消失了 看着傻笑的他 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这江江说了我这柳如烟的事 也简单的说了自己是个孤儿 这柳叔对我的照顾 他听后久久没说话 我想他是不是也觉得我太狠心 也是个渣男 他却一把抱住了我 声音哽咽 没关系 以后我这旺财就是你的家人 我们永远把你当成最最重要的人 不会让别人欺负你 这一刻 我竟然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自己像一棵树 孤独坚毅地生长在荒漠 可当江江抱住我说 它是我的家人时 我竟觉得我这棵树的旁边开了花 他陪伴我 我守护他 没过多久 我这江江就在一起了 我反复强调我现在没钱没房 只有一家创有公司 我没有父母亲人 平时话又少 人又无聊 还没说完 江江就打断了我 他把泡芙塞上我嘴里 笑音音地看着我 没关系 我从小话就多 我都跟你捧根 咱俩天生一对啊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幸运 能遇见江江是我前三十年 全部的好运气换来的 我这江江仿佛是灵魂伴侣 彼此契合 感情稳定 每天都在热恋 可柳如烟又出现了 之前一来 他每天不停地给我发信息 像小作文样长 我把他拉黑了 他又换着电话号给我打电话 这我哭诉他有多后悔 他还发动了身边的朋友一起劝我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只好换了电话号 可我没想到柳如烟还是不死心 他甚至找到了江江 他拿出一张卡 告诉江江只要离开我 卡里的五百万就归江江了 不等江江拒绝 柳如烟就把卡塞上江江手里 说给他时间考虑 然后就走了 江江回家后才告诉我 我只感觉后怕 我担心柳如烟会伤害江江 毕竟柳如烟的脾气我很了解 曾经他来了给闺蜜出气 摔碎了几瓶酒 让一个女生跪在碎玻璃上 当时我看不下去 也担心柳如烟惹上麻烦 就报了警 女生才得救 当时我还以来是那个女生欺负他闺蜜了 后来才知道是他闺蜜抢女生男朋友 被人家拒绝 他觉得没面子才拿女生撒气 我告诉江江以后不许去见柳如烟了 我主动约了柳如烟见面 柳如烟这次没迟到 甚至还提前到了 他还特意穿了之前买的情侣装 没错 他买得着我的情侣装 可我们并不是情侣啊 他看到我很高兴 嘴角不自觉的扬起 他刚开口叫我 我就打断了他 我把那张卡还给了他 并告诉他不要再打扰我女朋友 他笃定我只是生气 不会真的离开他 我心里越来越烦 完全没了耐心 他问我来什么这么多年的感情 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没有一丝心软 我不喜欢你了 我的心里只有我女朋友 柳如烟 别犯贱 这句话是当初他说我的 现在我还给他 他的脸顿时失去了血色 张着嘴说不出话 只剩下眼泪不住的往下落 我只留下一句单买过了便离开了 过了一周 我去上班时看到柳如烟站在公司门口 手里还拿着一个保温筒 他说这是他刚着保姆阿姨学会的皮蛋瘦肉粥 他让我尝尝好不好喝 我不理他 只当不认识他 他却把保温筒塞上我怀里就跑了 下午他带着一堆甜品质咖啡给办公室的人 他说是我请世家吃的 他只负责跑腿 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的耐心已经耗没了 第一次当中发脾气 砸了他拿给我的东西 他哭的话都说不完整 我 我只是想 想这次换我来追你 可两天后 柳如烟又来了 还带着柳叔 柳叔对我自己创有很满意 还嘱咐我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 最后他握着我的手 说他只有这一个女儿 在他办公室哭了一天 非要来我公司上班 柳叔说柳如烟从小太顺遂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次就让他撞此南墙吧 撞完了就回头了 但柳叔也说了 他已经告诉柳如烟不可以打扰我工作 既然工作就要认真负责 我无法拒绝柳叔 我知道他也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才会出此下策 就这样 柳如烟成了我公司的前台 回家后 我这将将坦白了一切 我没办法拒绝柳叔的请求 他不仅是我的贵人 也是我的恩人 我是个孤儿 十几年前 来了凑学费之生活费 我每天没课的时候就到处兼职 在一家高档餐厅工作时 遇见了一个喝醉酒的富二代闹事 打翻了我手我的红酒 他对着我 口无无言会语不断 我强压怒火 冷静地让他赔偿一瓶红酒 他气急了 让他的朋友们抓住我 想动手打我 餐厅经理认识他 惹不起他 便让我道歉 我当时没忍住 在他准备打我的时候 正脱开被禁锢的双手 我抓住他的手 让他狠狠地扇自己的脸 餐厅经理看到后 狠狠骂了我一顿 当场就开除了我 虽然那份工作 是我兼职工作 我薪资最高的 我还是没低头 出了餐厅 富二代找了很多人堵在外面 说今天让我横着回家 就在我准备 这他们拼个泥死我活的时候 一个西装阁里的诗书走了过来 开始富二代还很不屑 后来是书着他耳语了几句 富二代连忙讨好般地笑着走近我 这我握手 说是家以后都是朋友 是书就是柳叔的司机 也是那一次 我深刻认识到了全是这个词 随后我被带着上了柳叔的车 柳叔说我很像年轻时的他 他很欣赏我 没等我开口 柳叔就告诉我 他愿意资助我读试学 原来他已经查清楚了我的底细 由于我的成绩一直很好 柳叔在我必有后 直接让我上了公司 我成了柳叔的助手 我工作认真负责 可能因来老板是自己的恩人 所以我工作起来格外尽有 很多东西我一学就会 也能帮柳叔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直到柳叔的女儿柳如烟被绑架 绑匪要两千万现金 并且要求家属这边 只能一个人送到指定地点 我主动提出去给绑匪送钱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如果遭遇不测 那就等于还给柳叔一条命 谢他当年帮我解围 还好最后有惊无险 就出了柳如烟 只不过最后来了替柳如烟挡刀 我腹部受伤 上了医院 柳如烟每天都去医院看我 他一个是小姐也不会照顾人 就坐在那一会儿问我疼不疼 一会儿问我饿不饿 我怎么说他都不肯走 我出院后 柳如烟有事没事 就让我陪他去这儿去那儿 我每次都拒绝 毕竟我是柳叔的助手 我还得工作 这时他就会去找柳叔 说只有我在他身边 他才会有安全感 柳叔溺爱柳如烟 便由着他 直到后来 我索性成了柳如烟的专制司机 我话不多 柳如烟总是喜欢逗我 有时忽然靠我特别近 问我这个距离会不会对他心动 有时会让我背着他走路 说我的背很温暖 就这样他能听到我的心跳声 直到有一次他说自己喝多了 让我给他送解酒药 我到了之后他又说要喝粥 还点名要喝我亲手熬的粥 一切都收拾好 我准备离开时 他拉住我的手 问我知不知道救命之恩该怎么报答 我没回答 只说让他好好休息 可他直接稳住了我 他说救命之恩应当以神相许 他说我救过他 他要报恩 那晚我们很放纵 我从被动变成主动 一次又一次 最后天空泛起于肚白 柳如烟才昏昏沉沉睡过去 而我却没有一次睡意 我心里说不出的悸动 发现自己其实早就喜欢上了 这个每天缠着我的姑娘 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对他 照顾他 保护他 还想着自己还是得找份正经工作 我不能每天陪着他吃喝玩乐 我没有那个资本 我想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现在没有能力 我必须努力 我甚至想到了要怎么这柳叔 开口解释这些 我把他当作我的初恋 可计划不如变化快 当天下午柳如烟去参加聚会 没让我送他 那不是我第一次留在他家 所以这往常一样 我收拾起了房间 这套近400平米的视频层 是柳如烟18岁生日时 柳叔送他的礼物 就在我刚给他熬完醒酒汤时 他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 我将在原地 柳如烟像没事人一样 这男人说我是他哥哥 我顿时像被泼了一桶凉水 昨晚他也叫我哥哥 原来只是哥哥 男人自然地坐在玄关准备换鞋 接着就听到男人说 没有男士拖鞋了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他笑着打句男人 你不是说自己体热吗 不穿拖鞋也行吧 我没再听下去 直接说我还有事先走了 正好可以把拖鞋留给男人 柳如烟没挽留我 甚至都没说一句再见 关门的瞬间 我听到衣物的吸塑声 以及二人的接吻声 那天晚上 我在车里坐了一夜 柳如烟家里的灯亮了一夜 直到第二天 也没有人从他家出来 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那是我必有后第一次喝酒 不停地喝 一瓶又一瓶 可悲的是 我发现我还挺能喝 啤酒白酒混在一起 我都没醉 我以来的爱情 原来是我的自作多情 对柳如烟来说 只不过是夜情 我畅想的未来 只是我的妄想 最后我去了我的试学 在操场跑圈 一圈又一圈 试学时 每当我坚持不下去 或者有些气馁时 都会去操场跑圈 把所有负面能量 都发泄出去 我告诉自己 要认清现实 更要看清楚自己 柳如烟不找我的时候 我也没再回柳叔的公司工作 而是接一些软件 开发的订单 我这室友是杨在试学时 就一起接单 只不过那时经验太少 时间又不充裕 宿舍动不动就停电 所以做了两单就停了 现在他在一家互联网市场工作 他知道我的情况 所以有时候会给我接一些私活 所以离职后 就只是杨一起创友 江江听后撅着嘴 说他很气 气自己没早点遇见我 要不然就没有柳家人的事了 还拍着胸脯安抚我 让我放心 他这个老板娘当定了 不会让人篡位的 接下来的每一天 江江每天都去公司接我下班 公司理着他关系好的人 都叫他老板娘 柳如烟一直没有什么反应 装出冷静的样子 这天我这江江一起给世家发喜糖 幸祝我们领了结婚证 顺便给世家发我们的结婚请柬 柳如烟看到请柬上赫然写着 我这江江的名字 他睁视眼睛不可置信地说 不可能不可能 他说这上面写错了 新娘应该是柳如烟 他发了疯一样 抢过众人手我的请柬 四个粉碎 完全不顾形象 花容失色 嘴里一直喊着来什么 凭什么 最后他没了力气 跌坐在地上 拽着我的腿 哭着求我回到他身边 试之跪在我的脚下 说他真的知道错了 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喃喃自语很久 直到江江走近他 江江驱散了众人 把柳如烟带上我的办公室 给他指巾擦眼泪 然后语气轻柔却坚定地开口 迟来的深情是最没用的 语气试图追回不再爱你的人 还不如好好爱自己 总有一天 真心爱你的人一定会出现 柳如烟听后没再说话 两久 他止住了眼泪 柳如烟离开了公司 离开前还特意打印了离职报告 江江说晚上要吃我做的糖醋排骨 他可是功臣 我笑着说好 求婚这事是江江主动的 我当时很震惊 我没这他求婚 是因为来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我想等条件再好一些 在这江江求婚 我不想委屈他 而且求婚这事 不得男人来做嘛 江江说这种事无所谓谁先说 反正我们最后注定要在一起的 他把自己的头绳 戴在了我的手指上 说这个就算是套劳我了 我这江江的婚期还有两个月 这两个月 我每天除了工作就是陪他选婚纱 是新娘装 看着穿着婚纱的江江 我总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好的姑娘竟然会嫁给我 两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 我这江江的婚礼如约而至 江江的父母都是很好很好的人 他们说江江嫁给我 他们二老多了一个儿子 实在是赚了 婚礼上江江哭得稀里哗啦 直到他的伴娘提醒他再哭妆就哗啦 他才勉强止住 主持人让江江说誓词的时候 江江含情默默地看着我 忽然转身面向众人 声音里还带着一丝哭腔 麻烦是家拍照发朋友圈的时候 给我修修图 我的妆哭花了 众人一愣随即爆笑 我捧起江江的小脸 忍不住亲了一口 我的江江怎么这么可爱 晚上 是我期盼已久的洞房花竹叶 江江在一个月前就着我分房住了 她说结婚前一个月 新娘新郎晚上不能见面 我听着她的歪理邪说 笑着答应她 其实我听到她这闺蜜说 这一个月要减肥 不能让我发现 准备在新婚夜 展示她的小细腰 迷死我 简直不要太可爱 我洗完澡出来 就看到江江坐在地毯上 眼睛亮晶晶的 全神贯注的鼠钱 她说从来没想过结婚这么赚钱 还说太值了 让我别打扰她 她说鼠钱是今晚最重要的事 气得我一把抱起她 扔在床上 我低声说 还有更重要的事 我去看了柳叔 她身体还不错 最近开始喜欢上了钓鱼 她告诉我柳如烟出了读书了 是她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她很欣慰 但她也很自责 觉得是自己的溺爱 才让柳如烟不懂珍惜 何宇被柳叔的人找到了 何宇之前 这柳如烟说 自己家里条件不太好 母亲早逝 她这父亲一起长势 但她自身努力上上 只可惜考上是学后 她爸得了重病 来了给她爸治病 她不得已退学 工作赚钱 可这一切都是何宇编织的谎言 何宇就是个混混 仗着自己长相不错 靠女人吃软饭 之前搞事了别人的肚子 还不想负责 后来贝比无奈结婚了 可婚后她家暴 直接把女发打流产了 这下才离了婚了 而且她父母健在 都是好赌之人 家里被赌的一干二净 街坊邻居提起他们一家 都只摇头 她开始不承认自己骗钱 说她这柳如烟是真爱 所有的东西 都是柳如烟自愿赠予她的 还嘴硬说 就算报警都没用 可她一开始就想错了 柳叔压根儿就没打算麻烦警察 整理新婚礼物时 我发现了一个不小的礼盒 里面是一对儿僵尸单顿的情侣万表 是柳如烟送的 结果被江江发现了 她抱着手表说 人家送礼物是好意 不能退回去的 当天下午 江江说自己出去一趟 我要陪她 她也不让 我不经意间看到她把那对儿万表 装上一个黑色塑料袋里 鬼鬼祟祟的出门 我有些担心 难道是柳如烟回来了 江江去找她了 我在江江身后悄悄跟着 直到看见江江上了一家店铺 看她这老板讨论了一会儿 在出来时 神清气爽 手里没有了黑色塑料袋 我抬头看了眼 几乎隐藏在门口装饰品的店铺名 奢侈品回收店 恍然失误 笑着跟着她往家走 不打算揭发她 自己心爱的姑娘 当然要自己宠着了